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五十一集 庄家切好牌 然后拍上来三张 一仰手让鼠标翻红黑 不用翻 鼠标看庄家的手势就已经知道 三张有黑无红 他伸手摸了一张 没翻 跟着又摸了一张 也没翻 跟着又摸上了第三张 还是没翻 众人的眼睛都被他的手吸引住了 那庄家看这货傻不拉几的 赶紧提醒他规则 翻着红的赔钱 翻着黑的就对不起了 锁手机 我摸摸不行啊 我摸到一块我再抽一张 我这可是第一回赌 一定要见红了 鼠标一下子把排开的三张扑克 全都捂在手底了 就像心虚心疼 不敢先抵一样 那傻样惹得旁观者好一阵笑话 那傻样 太傻了 那几个托儿也在笑着 再怎么摸也输了呀 这三张里面绝对都是黑的 却不料鼠标双手一起 大吼一声 旋即把三张拍在台子上 开 啊 玄虹 红桃 AKQ 这 这不可能啊 庄家头晕目眩 差点朝后栽倒 人群围观的一看 轰笑四起 鼠标一仰手 收起了手机 庄家刚抬头诧异 另一只手早把钱也抓了一把 庄家刚要说话 鼠标一把搂着他 伸着臭轰轰的嘴 嘎唧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谢谢老赛 呸 那庄家闭着眼 难受地擦着脸上的口水 对着几位托石眼色 套人的反背套了 连切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抹完唾沫的庄家 此时才想起来那三张红牌 恐怕是自己记错了 他一翻一看 傻眼了 这不是我的牌啊 被换了 站住 当托了一位扭头时 鼠标早就钻出了人群 跑了几步开外 一听后边喊 蹭着加速 站住 看死他 不如跑 站住 庄家把摊子也扔了 四五个人追上来 有的抄着凳子当武器的 把鼠标追得抱头鼠窜 飞快地跑了十几米 路过高远那辆追踪车的时候 他意外地一拉车门 往后座一滚 快快快快 快走 追上来了 眼看那几个人朝车奔过来了 高远不容多想 一拧车要是发动车辆 快速倒车 打方向 车几乎是原地转弯 一溜烟加速跑了 留给后面的人一股黑烟 出了路口 他回头瞥眼的时候 那小胖子正得意地沾着唾沫 数着一堆有灵有整的钱 那样子比偷到油的老鼠还乐好 高远没说话 在路口外边联系着王武为 不一会儿接上了人 又驶了不远 王武为回头看看那家伙 不数钱了 整个不把自己当外人 拿起车上一瓶矿泉水 咕嘟咕嘟地喝着 喝了半瓶多才缓过气来 太没职业道德了啊 出老千就罢了 还准备打架 谢谢两位大哥 小子 我们可救了你啊 身上的钱拿出来 疼了吧 咱们一家人 谁跟谁啊 谁和你一家人 三天见着你们两回了 我在超市的时候你就跟着我 要不是许处长派来的 你挖了我这两眼珠 鼠标一副得意的样子 刚才参赌 最大的底气恐怕也在于此 有省厅的人在 最起码没有被人砍杀之余 见两人不承认 鼠标凑上钱来 别装了 咱心里清楚 真能把一群大户人 都扔大街上不管 对了大哥 你不是那天开中八的吗 我那些兄弟你见过没有 别不说话呀 我请你们吃饭 高原把车驳在路边 头也不回地送了鼠标两个字 滚蛋 至于这么不客气嘛 说不定咱们将来是队友呢 王武为慢慢地侧过了头 瞪着眼 这外勤历练出来的眼光特别凶 看得鼠标一个机灵 赶紧开门乖乖下车了 下车的时候 还顺手拎走了一瓶水 看得高远牙齿疼 这德行 跟他在派出所抓过的 那些小混混差不多 整个就是一二皮脸啊 别指望他还觉得害臊 车再动时 王武为忍不住笑了 两个人都笑了 许初在哪找这货 昏速不济啊 眼够贼的呀 咱们这么小心 都被他发现了 这货肯定最起码 都得跟踪丁烧的技能 如果是普通人 根本发现不了咱们这一套 行了 这位不用担心了 兜里有钱的男人 不会想家里的 高远和王武为两人 继续前行着 联系着家里 指示着方位 又一次驶到了机场一带 这个机场放眼全国 也是排得上队的 光进出口就有 AB两组各二十个口子 每天进出的旅客 有十数万之多 光驳在机场外面的 各式旅游车 省计客车就有数百辆 寻着信号走时 王武为最先发现了目标 平头还穿着那身衣服 三天里 就这么一味波澜不惊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斜斜地靠在垃圾桶上 左顾右盼 不知道在搜寻什么目标 他是怎么混的 机场保安的地形 管得可是够严的 睡觉吧 好解决 可吃饭呢 这儿的东西 可比外面贵一倍 狼有狼到 蛇有蛇路啊 不在他的位置 还真想不出 他是怎么干的 车屎的烧尽 不过没有靠近 王武为刚刚驾起迪威的时候 那小伙子动了 这一动 王武为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又赶紧放下迪威 可不料那人不是发现他们了 而是找到目标了 于是两人看到了这位 是怎么解决生机问题的 火机 火机要不 哥们 这儿能抽烟 于醉迎着一波下飞机的旅客 对着几位直抹嘴柔鼻子的 中年男子推销 一句见笑 人群里走出来三位 嘴上已经叼上了烟 于醉手更快 火机打着 已经凑人烟上了 等舒舒服服抽上一口 于醉的火机递过来了 哥们 买个卖打火机啊 两块钱一个 要两个 要给你五块 不用找了 好嘞好嘞 哥们大方 哥们哪里人啊 我廊房一带的 太巧了 保定人 咱们老乡啊 哥们 你去哪儿 说 我给你指条路 出门在外 咱老乡必须互相照应啊 我还去十字大陆 那块我熟啊 来来来 上这个大巴车 好 谢了兄弟 不客气不客气 于最殷勤的把人 给带到一辆中巴钱 送人上车 上车一回头 于醉手指勾着 车上的售票人员 一位南国的黑妹子 又给他手里塞了两张零钱 这是前脚卖火机 后脚卖人啊 高远看懂了 鱼醉这是给私人中巴 揽客呢 有提成 至于卖火机 肯定不是花钱尽的 机场安检通不过的火机 就把在出口不远的柜台上认取 估计这就是鱼醉的货源 这小子能当个拉皮条的呀 是要说过得最逍遥的 可就属这位了 王武为笑着合上了迪威 录下了鱼醉 靠着垃圾桶 惬意地抽烟土泡泡的样子 车缸离时 却不料家里的通讯响 林雨静在呼叫 三号三号 银江路段有人求援 马上接应 重复一遍 银江路段有人求援 马上接应 高远一打方向 顺手把警报扣在车顶 响着警笛 直朝目标地驶来 等了三天 终于有人制止不住 郑忠亮 二十一岁 男探族 在离车七十小时后 向后援求助 这就是高远和王武为能 收到的消息 队长杜立财 正在向远在西山省的 许平秋汇报 但人得先接到 两人奉命赶到银江路段 寻着信号员 找到了那位饿得奄奄一息 而且浑身脏兮兮 臭烘烘的郑忠亮 在见到两位救援以后 郑忠亮闪着虚弱的眼光 有气无力地说了 唯一一句话 有吃的吗 看我说 撑到现在才放弃 遭这么大罪 可图什么呀 有有有 走 现在就带你去吃饭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